说起红黄蓝,你会想到什么,是虐同案件一文,还是高大上的名校幼儿园,以过是当年上市的荣耀光辉。 时隔半年,曾经身处舆论中心的红黄蓝,又一次恢复鼎盛。 这一次,带来的是股价,利润同比上涨的消息。 最近,红黄蓝教育公司,发布了第二季度财报。 财报显示,红黄蓝净收入为4750万美元,同比增长25.6%,股价涨幅约5.39%,是的,2017年底的风暴逐渐平息,红黄蓝在次获得资本市场的欢迎,曾经被打痛的家长们,也放下了过往的记忆,争先恐后的将孩子送到了各地红黄蓝校区。 红黄蓝,未来,仍然可能是你上不起的幼儿园。 01岁骗话的是混热典礼,所有人都拥有金鱼般的记忆,如果有100%的利润,资本家们会挺而走险。 如果有200%的利润,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。 如果有300%的利润,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界的一切。 资本论,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这段话,几乎每一个合格的商人都能领会,而其实在中国,同样也有这么一句话,成大事者,不拘小节。 所以不难解释,为什么曾经引起整个社会的舆论冲击的红黄蓝,为何能继续赢得资本市场青睐,获得令人欣喜的财务报表。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,人们的阅读时间沉碎片化,关注力更是有限,一时的娱乐大事件,可能会对企业产生难以估摸的损伤。 但过了这一过风值,人们的注意力就会淡去。 这个时代注定了,人们就像金鱼一样,只有奇妙的记忆。 红黄蓝不是第一个重获市场欢迎的企业,更不会是最后一个。 另外,没有打到脸上的巴掌,始终只是为观者无关痛痒的谈思。 近日,滴滴顺风车恶聘事件,再一次把滴滴抛向了风口浪尖。 从武汉到天津,到上海,到更多的城市,各相关部门纷纷约谈滴滴,顺风车业务被下架,高管被开除等,群情动荡,愤怒不信任对舆论,将滴滴团团包裹。 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迎面倒的舆论里,网友的心里,真的如其发表的言论一样,为滴滴顺风车的下架拍手称快不已吗? 我看未必,因为,没有打到脸上的巴掌,始终只是为观者无关痛痒的谈思。 甚至,当这一波热点过去,人们又会开始想念滴滴顺风车,毕竟,伤害案例虽有,但离自己很远,而顺风车的实惠,却离自己很近。 03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 你看到使人命,他们算计的是价格,因滴滴事件,有人翻出了40多年前,发生的福特汽车油箱事件。 1971年,福特汽车推出一款拼头车,恰逢持油危机,这辆车疑问是就已迪油耗,迪价格迅速占领市场。 可是,预该车厂销想办的是一系列的恶性交通事故,原因是,它的油箱是设计在后轴承的下面,这样一来,一旦发生追尾,就容易引发油箱爆炸。 1972年,13岁的理查德格林,乘坐林之家的拼头回家,结果汽车被追尾,油箱爆炸,司机当场死亡,而理查德格林则严重烧伤, 烧伤面积达90%,这件油箱爆炸案,也随之先开了福特公司,最依赖的资本家思维,原来,他们早知道油箱设计缺陷,但由于改良措施,会导致成本增加一亿三千七百五十万美元,而不改良,最多支出,因油箱事故,导致的赔偿,四千九百五十三万美元。 这样一对比,福特公司选择了省钱的做法,看完这个故事,估计很多朋友会倒吸一口气,原来,人民还可以这么计算,但现实就是这样,你看到的是人民,是安全,而他们算计是价格。 临死在追求利润的同时,企业家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? 商人逐利,这是理所应当,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,身而为人,是否有做到光明正大的追求利润? 身为企业,是否有做到承担起社会责任的决心? 回到文章开头,关于红黄蓝股价利润上升现象,红黄蓝的联合创始员说了这么一句话,家长对红黄蓝安全标准的认可,是入选率增长的主要原因。 是的,大众拥有金鱼般的记忆,所以能轻易原谅曾经危机产生的红黄蓝、碧桂圆、福特等,但这势必是建立在,企业有针对危机,做出强有力补救措施的前提下。 但其实,红黄蓝、碧桂圆、福特等,本不该背负这一污点艰难前行的,如果当初,他们能多思考下,身为人、身为企业应该遵守的规则,那么,今月的他们,本该发展得更为顺利。 辉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